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議會的時間是沒有變少的 他只是總質詢提前而已 那民進黨你既然 已經每天在罵侯友宜了 那提早讓你來罵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要 所以這有點為反對而反對 所以如果民進黨 認為有什麼有多爛 後天就是你們的舞台了 好好修理侯友宜 給大家看 讓他原型壁錄 讓他這個現出原型 不是很好嗎 所以民進黨不要再 放下你們堅持吧 其實他們內心在偷笑 因為國民黨提了他都會反對 但是他內心偷笑 就來 正正下懷 可是要演一下 這瑞德哥大展身手 那當然如果你能力夠的話 當然很好 問題是你能力夠嗎 到時候你任何的疑難雜政 不管是國政兩岸的問題 通通都要侯友宜回答 你回答得出來嗎 再來新北市政的問題 他也不能回避 任何的小事都有可能放大 包括那個槍擊事件 治安問題 他唯一的專長 如果都還出大包 那全台灣的民眾 會能夠信任 把國家交給侯友宜嗎 宗江問這個問題 問得非常好 那麼他準備要大展身手 能力夠嗎 他如果能力夠的話 就不需要經過 國民黨的新北市議會 這麼大張旗鼓的 搞這個所謂變更議程了 他就直接請辭新北市黨 直接攻總統大會 不就好了嗎 更能發揮 如果他是選擇這樣做 我也是加議人 更沒有包袱 我們加議人就是 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說幹就幹 就是這樣子嘛 哪有這樣扭扭捏捏的 我問你他為什麼要 新北市議會 又要搞了一個 把總質詢的時間 提早到4月27號 搞了大概三四個禮拜以後呢 從此以後 他就可以好好的去 做他的總統大夢 為什麼 因為正我來看我 還在想說 萬不可以總統算不掉 再回家就停了一張啦 他如果有本事的話 真的有本事 真的有那個決心的話 他就應該放棄眼前的一切 背水一震 直接直攻總統大會 不是這樣子嗎 這樣才是一個負責嘛 對新北市民負責 對這個全國的老百姓負責 對自己負責 因為你有這樣的能力 根本是你認為你會贏 否則你就等一八八 等一睡就好了 你就乾脆就放棄了 酸中痛的這個總統大夢 對不對 回去做你的乖乖老老實實 做你的新北市 新北市長就好了嘛 還有我不懂耶 這一次既然 這一次既然他說 是為了要 宣達新北市的觀光 那麼要讓全世界 讓中華民國再次起飛 為什麼 如果像葉元之所說的 他已經見到了李顯龍 為什麼要密而不宣啊 台灣的政治人物到了新加坡 見了李顯龍 不敢講的有幾個 零吧 零 為什麼零 因為我見到了 我去那個新加坡目的 就是要見李顯龍嘛 不然我政治人物去幹嘛 而且都回來啦 對啊 馬英九也見到了 對不對 大家都見到 為什麼 因為政治人物到一個國家去 最主要見這國家的領導人 這才是你真正要來參訪 這個節目 這個國家 真最終極的目標 有些大國沒有辦法 所以呢 退而求其次 由官方最高的這個相關代表嘛 比如說 這個蔡英文總統 過境美國的時候 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 見面意思是一樣的嘛 我就不懂啊 如果侯友宜真的能夠 見到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他不會乍張旗鼓的 敲鑼打鼓的 噼里啪啦的做新聞 才怪咧 你知道嗎 我才不相信 那麼見到了這個副總理 有什麼了不起 雖然他是未來可能的接班人 之前的接班人也不見啊 然後還有 你不要忘記哦 他2019年就已經見過了 所以事實上 他這次去新加坡的外交是失敗 連一向 對國民黨比較友善的 被我們歸類似 比較統派媒體 也給他打個及格分數而已嘛 有給他打80 90嗎 沒有嘛 加分有限 因為很簡單嘛 不僅加分有限 甚至於一出去了 以後國內就發生一大堆事 自然亂七八糟的幹什麼 我們侯友宜不要想說 要把你自己個人的行為 去拖整個新北市的公務人員 或者新北市的所有的 這個等候警察人員的 這個下水 不 為什麼 新北市的基層員警 跟這些認真的偵察員 你們了不起 你們經過不免不休的去 這樣最大線索 今天把八個紅人會的會員 這些所謂涉及槍擊案的人 都抓到了嘛 這樣非常好啊 我們要警察 我們的國家需要 這樣的好警察嘛 但是我們國家不需要 只會打嘴炮出一張嘴的 拿個手機在那邊 你們好好擴大林檢 我們不需要做官樣文章的這種警察嘛 你知道嗎 我們要真的苦幹實幹 真的為老百姓喉舌的嘛 就問一下 他這次為什麼要去新加坡 說是事先這個怎麼 設好的行程 可是問題是你見得到誰 你媒體也不讓人家跟 然後呢 有些行程又不能見 又見不得人不敢公布 那緊接而來 在去之前發生什麼事 不裸有制的五百萬 所有人家庭遺案嗎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解釋啊 請問一下 你沒有否認啊 沒有 兩個字說不出口 你連自己的清白 都沒有辦法捍衛 我怎麼能相信 你要捍衛中華民國呢 我怎麼能相信 你能扛起整個台灣呢 所以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找來 羅友智到新北市政府裡面的會議室 到底有沒有說 開價五百萬要收 贏得通收羅友智 你要嘛就說有或沒有 否則你就去告羅友智 你都不敢 那就證實了 你根本連當一個政治人的資格 都沒有 更遑論竟然想要選總統 對的確 侯友宜現在的能力 其實是讓人家打一個大問號 因為他的唯一專長 就是警政跟治安 那顯然因為槍擊案 讓他栽了一個大跟斗 他自己都曾經說過 治安不好我下台 所以現在推給中央 就可以減輕自己扣分的 這個可能性嗎 問你怎麼看 這個侯友宜提早 這個總質詢 讓他可以解開捆龍索 但是也讓我高度聯想到 他會不會步上韓國瑜的後塵 很可惜 你看去年12月25號就職 新北市市長 那到現在今天4月25號 其實真正是4個月的時間 4個月的時間 一個市長本來 新北市民就把你選出來 我沒想到你也幫我做三檔 你買了當年想要說做得不錯了就職業了 對 就任期末快結束了 你又要選總統 他說新北市民覺得不錯 真讚 我的市長要選總統 你這不是的 你剛去年12月25號就職到現在 今天才4個月的時間 4個月還沒滿 3個月29天 你說你要跑去選總統了 那我會覺得比較可惜就是說 這個其實這個是在演戲啦 為什麼 這已經第二次的做一個變更 你在臨時會裡面 你把整個議程給確定下來了 你今天整個大會裡面 你又要去把它變更議程 你這是在搞什麼 就很簡單啦 你就是希望說 趕快脫離議會對我的一個監督 重點是說 不管各縣市哪一個首長 你本來你當選的市長 或者首長以後 你當了縣市首長 你本來就是要接受議會的一個監督 哪一個地方做得不夠好的 不能解決的 就是在議會裡面解決 不在議會裡面解決 難道要在街頭裡面解決 街頭上解決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有點莫名其妙 國民黨有一點點 跟新北市民爭笑 第二個是跟誰爭笑 跟郭台銘爭笑 為什麼呢 其實我在立法院裡面 曾明忠每次從我旁邊走過去 我都來了來了來了 你們要什麼人 何友誼 這麼說這麼說 很篤定喔 我說你是怎麼說這樣 你們不是還沒決定 我們這次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何友誼 尤其是我是假的 我上個禮拜我才知道說 原來曾明忠也是嘉義人 他就希望說 人親土親嘛 這也很合理嘛 但重點是說 你立法院你們這樣子 呼朋引伴 大家確定了 就是說你們就是要徵召 侯友誼 那重點是說 你朱立倫這樣也不好 現在很明顯就是 朱立倫跟侯友誼 已經是同掛了 這看起來 還有立法院黨團 幾乎是這樣子 但是這是北部的部分 南部我聽到了 幾乎剛好都相反 南部我聽到了那些議長 因為這次在選審爸爸 這個選爸爸裡面 牽扯到很多的一些 派黑 還有一些消息資格的 所以呢 大家就會去談談 你們這個整個法案 要怎麼審 我就會順便問 你們到底你們這裡 議長 你們副議長 你們這裡是都挺誰 我告訴他 我如果沒有關係 我如果沒有學生他 他也沒來過 就變成說在國民黨裡面 北部一掛 縣市首長一掛 立法院黨團是一掛 可是呢 到中南部以後 這一些議長的 不一樣囉 他們是支持郭台銘嗎 不一樣 他們支持郭台銘 所以呢 現在國民黨一定會亂 我說為什麼會亂 你讓郭台銘認為說 你給我爭取 你跟阿公到到最後 大家要來 大家互相來競爭 初選提名本來就有競爭 你現在如果給我搞黑箱 到最後我如果郭台銘民調 還比侯友宜還高 如果還不算的話 我心裡我都拿國民黨 這樣去不破 這個哪有 萬一你說郭台銘的民調 如果比侯友宜還要高 然後說不算 要來徵召侯友宜 這個會炸鍋 當然炸鍋 你看現在一個韓國瑜 一個韓粉 你朱立倫都已經搞不定了 重點是 現在韓粉韓國瑜那邊 已經跟 跟這個整個郭台銘 河流了 對 河流以後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郭台銘其實是走向深藍 他真的走向深藍 可是呢 偏偏又 本土的中南部的那個部分 又還有王金平那一掛 又跟郭台銘給河流了 所以就變成說國民黨這一場大戰裡面 其實這個中國國民黨自己黨主席 朱立倫自己給 這個私心自用 說實在話 你本來可以好好地去做一個決定的 從這次新北市議會 今天如果變更議程成功的話 我認為會變更議程成功 很明顯會看得出來就是說 如果是郭台銘一定認為說 你就是跟他爭取的嘛 你說的君子之爭都是假的嘛 對 為什麼要讓他今天要趕快 你本來是要往後 往後的原因就是說 好 你快問問的 因為我都沒有落跑 你問完之後我怎麼來落跑 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 民調一直降嘛 民調一直下跌嘛 那一直下跌怎麼辦 好啦 趕快對決啦 我趕快來東南部 趕快來走走的啦 不然有一些條件 國民黨才夭壽滑的 國民黨 郭台銘那些就有抗抗 抗得下去 選舉總統跟立委是一起選 這些真的是 開銷都很龐大 一個總統候選人 他如果比較有資源的話 對相對的 對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他是可以去幫忙的 你辦個活動 你說要去動員 你說動員一場 一萬人了好了 你隨便花都三四百萬以上 所以來那些中南部的 這個議員想要選立委的 可以說郭台銘對他是 極具吸引力 當然啦 我要辦一場 余將軍你是總統候選人來 我這一場怎麼算 總統候選人一定是 好啦 我買單啦 這一場我總統候選人在 因為他要募款很容易 對郭台銘充滿了想像 當然充滿了想像 所以現在你看 連中南部那一些 大家過一陣子 大家學郭台銘就戴那個國旗帽 大家開始在敬禮了 然後大家出來以後就開始會唱國歌了 然後開始會舉中華民國的國旗了 看一看這些到最後 兩掛這樣競爭的時候 我倒認為 入死誰手不知 但問題是 如果朱立倫心中 人選已定的話 國民黨接下來 五月底以後開始就大亂 是 明鳳姐我們看到挺侯派跟挺郭派到時候是有如火車對撞般的這種態勢嗎 再來我們看到因為我們現在是進行到朱立倫所講的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是挺侯 第二階段整合這個郭 再來第三階段他們民眾黨說五月十七號公告總統提迷人 所以國民黨真的有可能整合到民眾黨嗎 那為什麼你認為這是一場騙局呢 我覺得這從頭到尾就是以侯友宜為主的這個徵召的提案 一開始就說六月 那為什麼是六月 因為侯友宜要六月 他剛才不是講了嗎 他依照議程就開到六月 可是後來為什麼會變成 就是又變成提前 因為他的民調一直輸賴清德 一直輸一直輸 本來贏的 後來一直輸一直輸 然後輸到快連郭台銘都輸的時候 就趕快提前嘛 所以那個決定點就是侯友宜是在 我要什麼時候 黨中央就配合他的嘛 所以那時候侯友宜覺得不可一世 我的民調一定可以撐到六月 所以我黨中央 然後我就可以躲到所謂這個議員的質詢 躲到被罵說四月就落跑的這個罵名或等等 所以呢 黨中央就配合他到六月 然後突然提前到五月 那就是因為那個民調不行了 撐不下去了 所以就提名到五月嘛 那你看看這個時間點 郭台銘從美國回來的時候說給他30天的時間 不是剛好520嗎 然後柯智恩在美國講一個大白話 兩週作為自民調520開始提名啊 那你現在自民中五月底那不就一樣嗎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在配合侯友宜的時程 然後呢 朱立委員就不敢講然後就在外面挨罵 然後朱立委員只好說我無私無我怎樣怎樣 其實他不是都是在配合侯友宜嗎 那你看黨內這個提名的程序正在走喔 大家都已經講好用徵召 然後把郭台銘納進來喔 可是有人這個包括這個馬政府時期很欺罵的人出來講什麼 我們國民黨絕對不會提名沒有國民黨籍的人 那郭台銘要什麼時候恢復黨籍要9月才恢復黨籍啊 那除非徵召你徵召這個郭台銘他才有可能啊 那可是你徵召就是不會就排除國民黨籍的人 那你表示你不會徵召郭台銘嘛 郭台銘白馬一場 你就是騙郭台銘進來整合的嘛 那進來整合之後 郭台銘如果這事情發現了 好我覺得民調 我覺得民調可能兩個都不上下 但是民調如果只差0.1% 0.2%的時候 你怎麼跟郭台銘交代 然後他們就用一套什麼耐打度 或是國民黨其他的考量怎麼樣 來騙郭台銘一場 那郭台銘翻臉之後 國民黨你要怎麼收刪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 你要提名侯友宜 你就提名侯友宜嘛 那你沒辦法整合 這個郭台銘就沒辦法整合郭台銘 但是你就不能用騙了嘛 那你去騙郭台銘進來整合 所以說國民黨根本無力 無能去整合郭台銘 甚至是到民眾黨那邊去了 對嘛那好你郭台銘在南部 這樣子也跑一圈啊 那陳玉珍也表態是 黨團都表態支持侯友宜 可是只有陳玉珍 還有應該是王宏偉 也會比較傾向郭台銘一點 都已經出來表態要支持郭台銘了 那你黨內是不是分裂了 分裂了 對 那你南部的人是不是卷 那你現在南部那些人會刷嗎 如果我就這樣子 黨中央就直接提名侯友宜了 等他把議會的議程改好之後 Yes I do 他其實已經講中文版Yes I do啦 他只是沒有講Yes I do 可是人家問他說你會不會講Yes I do的時候 他說這是我該做的事情 這不是中文版的Yes I do嗎 對 就是嘛 所以你就依照其成 然後你今天要出來 這個國民黨在市議會要更改議程的程序 這已經傳很久了 如今終於美夢成真啊 終於要實現了 要打一架之後就完成了嘛 這一切都是在配合侯友宜嘛 所以我覺得說你包括 很多人都已經幫侯友宜找副手了 那你覺得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這個篤定 一定是侯友宜出現 然後你可以幫他找副手 副手還有平衡感 還有什麼審計平衡 還有什麼東西平衡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未來提名侯友宜 你們當然是很高興啊 但是我覺得麻煩還在後頭了 你們要怎麼樣跟郭台銘說明清楚 郭台銘的反作能力會不會很強 郭台銘如果我去 我去跟民眾黨和 那你們國民黨還有戲玩嗎 我看你們沒戲了嘛 沒戲唱了 對啊 那你跟他們兩個合起來 我就是郭台銘就堵這一口氣 我上次四年前被你們玩一次 這次我就被玩一次 又被玩一次 我堂堂的大老闆 你們趕快玩我兩次了 所以大家就說你郭台銘是很政治很幼稚嘛 你做生意也許很強 怎麼會相信朱立倫 對你記得你開記者會 你就不是你政治右班嗎 記者是這樣子布朗的嗎 你做過記者 我寫個條紙你照念 然後那個 主持人代問 然後還幫你題目改一改 你不翻念嗎 在我們那個時代早就翻桌子了嘛 那你就覺得說 我現在出來 我是大老闆 大家都圍繞著我 所以我的這個東西就起來 可是問題是你有講什麼嗎 你也沒有講什麼 你講的話也是漏洞百出啊 什麼你來了 攻擊就不來 嚇死人了 你有辦法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郭台銘的漏洞 我覺得這兩個人剛好是天壇地缺啦 替誰都沒有比較好啦 都一樣 郭台銘被爆料他的這個富士康 中國廠區有共產黨員集體宣誓的影片 來請教青皇 因為我記得這個國際專家說 在這個中國富士康廠 雖然鴻海說 郭台銘說 他是百分之百自主經營啦 但其實他的這個科技園區 擁有1.6萬的註冊黨員 為什麼這個共產黨在這個所謂的 這些中國的企業 或是不是外的投資企業 需要搞這麼龐大的共產黨組織呢 因為這個是中國的要求 相當規模以上的公司 他就要求你要成立黨支部 共產黨的支部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就是郭董的富士康 在中國他叫富士康 在台灣叫鴻海嘛 你看這個是中國共產黨 富士康科技集團 紀律檢查委員會 然後中國共產黨 富士康科技集團委員會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呢 在富士康的黨支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富士康在中國呢 這是汪浩大哥說 大概是1萬6千名的黨員 那之前有別的數據統計呢 大概有3萬名的黨員 但不管是1萬6千名還是3萬名 這數字都很可觀 為什麼 因為富士康在中國的員工人數很多嘛 幾十萬名的員工嘛 號稱擁有百萬大軍 雖然現在數量沒有那麼多 可是你可以看 以這麼龐大的基數來講 他的這個共產黨員工 本來就比較多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你看 共產黨在這個富士康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喔 這個富士康喔 就郭董的事業呢 在中國還不是只有製造業喔 他還有做一些放貸的事業 跟金融業的部分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當郭董說出來說 這個他當選共機不擾台的話 大家心裡會打一個問號 中江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共機擾不擾台喔 這個按照郭台銘的說法是說 這個因為他不獨 他意思說台灣他不宣布獨立 然後呢中國就不會動用武力 可是你知道共機擾台這件事情 來我請問你一件事情 現在對中國我們講說 對中國貼最緊的是誰 馬前總統吧 馬前總統九二共識版本 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都把它算進去裡面了 這算貼中國最緊的版本吧 那我請問一件事情喔 請問在馬前總統貼這麼緊的情況下 在他任內有沒有共機擾台的事情 各位你知道嗎 這邊有數據給各位看喔 一直都有 共機擾台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你看2013 2014 2015 請問2013 2014 2015 這是誰的任期啊 這是馬前總統的任期耶 在2013 2014 2015 都講九二共識講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共機一樣擾台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請問一件事情 那就算郭台銘當選的話 請問這個共機難道就不會擾台了嗎 第二個我們在講什麼呢 講到就是郭台銘在他的新聞稿講說 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衝突 美中之間結構問題呢 只要他當選總統 他可以調停美中關係 各位你知道這件事情呢 對了解國際關係來講 都會覺得這怎麼可能 但是我們至少有件事是虛性的 就郭台銘現在打這場總統選戰打得很認真 在國民黨現在拼真招的情況之下 哇你知道郭董已經從空戰拼到陸戰去囉 空戰最有名的就是他在講這個 郭台銘有話對你說 這個Chat GTM 請問什麼叫Chat GTM GTM就是郭台銘的意思 郭台銘跟你說話 郭台銘有話對你說辦到哪裡去了 上一場辦在竹北對不對 那場也是爆滿 那這場辦到哪裡去 這場呢是要辦到台北去 換言之從新竹啊我們知道竹竹苗 本來對郭台銘來講 這邊就很像他的地盤 為什麼新竹市有高鴻鞍嘛 郭家郭台銘的自己人嘛 然後呢楊文科跟誰很好 跟宣明志很好 所以跟郭台銘關係也很好 所以你在看連中東景 在這次國民黨的那個 我們講說要徵召的時候 中東景出來呼籲說 該要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公開的民調機制 他換言之中東景看起來這個話 也像是支持郭台銘 結果現在從竹竹苗連台北的部分呢 看起來郭台銘是開始在往回打 什麼叫往回打呢 因為你發現郭董呢 空戰的部分打得很起勁 媒體版面多 但郭董的陸戰 你去注意一件事情喔 郭董的陸戰打哪裡去 往中南部打 為什麼往中南部打 因為郭董他們發現 他們從 因為他們自己有做民調 民調發現說 在雲嘉南跟高平一代呢 這一代 侯友宜的民調呢 相對是低的 你看從之前呢 我們講說幾個傳媒的民調 侯友宜在這個地方支持度 竟然只有19%18%喔 賴清德支持度在這裡 是有到49%喔 所以相差非常大 所以你看郭台銘往哪裡去 他把裝當然就是往中南部去嘛 所以你看他在台南 他去跟要選 尤其是要選立委的 去跟陳以信見面 去跟曾培亞這個現任議員見面 到高雄是去跟黃柏林見面 到現在你看最新的消息 是他到彰化 要跟議長謝典林見面 可是在彰化這邊 有沒有人在掛跟郭台銘的看板 有喔 這邊有國民黨要選立委的人 也掛出跟郭台銘合照的看板 而且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他還有可能會到台中市去 換言之對郭台銘來講呢 中南部啊 你現在侯友宜 現在綁在新北市長的這個份上 沒關係 你跑不動 我來跑 那你沒辦法跑的 我來拔裝 所以他就往這個雲林彰化嘉義 然後你看到往台南高雄這邊去 換言之對郭董來講 南部這個地方 他已經陸續再去囉 只是他現在最新的是 他看起來往北部空站也要走 然後呢 中南部現在是 現在郭台銘的兩大重點之一 什麼叫兩大重點 第一大重點當然是 中南部這部分 但是另外第二大重點是什麼 他要放在韓粉跟深藍的身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大家一直覺得很好奇 你看他的記者會的起手是 包括他要選舉的 起手是都會幹嘛 戴上他的國旗的帽子 然後唱國歌 然後去念國父遺囑 這些手勢都是郭台銘 他要把深藍拉過來的原因 可是你會發現在郭台銘 陸戰跟空戰的強攻之下 現在是什麼狀況 對侯宇來講當然越來越緊張 因為他都會呈現在民調上面 郭台銘說他當選總統 共機就不會繞台 然後舉中華民國的國旗 唱中華民國的國歌 共機就不會來 還說相信對岸也愛和平 來先講瑞哥 這是天真無知還是邪惡的欺騙呢 因為郭台銘被王浩宇踢爆 就說他的富士康中國廠 有共產黨員集體宣誓的影片 所以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只有用三個字可以形容 看著鬼很簡單 為什麼呢 一個所謂的四十幾年來的商場 殺場老將 一個賺了兩千多億的 這個所謂的有錢人 曾經一度是台灣首富 講出來的話 卻是如此的無知到極點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那麼他說 如果他當選了中華民國總統 這個國家叫中華民國 然後緊接而來 各位你要聽清楚 他是說他覺得 你要弄清楚 他覺得共機就不會繞台 他覺得 共機就不會繞台 理由是他從此以後 他就是中華民國總統了 那麼對方也愛好和平 我們也愛好和平 沒有人喜歡打架 對不對 郭台銘一生 那麼事實上在商場上面 很多做生意賺錢 他顯然沒有真正 他父親是警察嘛 但他顯然沒有遇過黑道 你知道嗎 遇過黑道了以後 他就不會這樣說了 什麼樣的黑道 就像最近這幾天 17歲就拿著51槍 衝鋒槍去開51槍的 那個歹徒一樣 他沒有遇過這樣的黑道 遇過這樣的黑道 你就知道 人家是不跟你講道理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道理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只要黑道嘛 他沒給你吃 沒給你吞 他為什麼叫做黑道 那同樣的道理 請問中國共產黨 是跟你講道理的嗎 他什麼時候跟你講道理過 他兩個道理能夠相信嗎 能夠相信中國國民黨 就不會從中國大陸那一塊土地 然後呢 一再敗壞 節節敗退 最後被趕到台灣來嘛 所以呢 他講這句話 那麼衝其量 我如果說是天真 那你還會認為說 至少還有一個赤子之心啊 如果他是欺騙 那就可惡到極點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麼我相信他就不用落台了 他直接衝進來了 我跟你講 他直接衝進來 馬英九跟習近平2015年 還在新加坡見面 直接給你畫了一條線在海峽中線 M503航線 你忘記了嗎 然後給你畫了三條 可以直接 他的軍機可以直接 長驅直路這樣過來嘛 那時候要不是因為 後來發現 共產黨發現 這樣是可能會幫了 這個民主進步黨的忙 在總統大選 趕快 趕快停止 要不然那條 這個相關的航線 跟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 直接長驅直路的 軍機的路線就過來啦 即便是馬英 即便是這個 所謂的馬英九執政 他們的蘇凱戰機也曾經 一度飛越過這個海峽中線 你不要以為 中國共產黨對你中國 國民黨那麼好啊 非常好啊 所以呢 他就因為你是中華民國 所以他就算 在他眼裡面沒有中華民國啦 還有 如果你當選了中華民國 我的天啊 這將創下一個 人類的史上奇跡 為什麼 你當年就對習近平 是如此的態度 如此的鞠躬 我問你 如此的恭敬的郭台銘 你到時候 讓你當中華民國總統 那還得了啊 對 我這樣坦白不客氣說嘛 那你會怎樣 我們看看 你當商人的時候 去見了習近平 我跟你講 我不喜歡聯戰 但請問聯戰 有跟他鞠躬嗎 鞠躬成這樣嗎 對不對 為什麼又很簡單嘛 因為不卑不亢就可以了 你看他握握手 大家握握手這樣子 哎呀我是郭台銘 那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見了面 還要特別跟他鞠躬表示嗎 心裡面有敬畏之心啊 就好像習近平走進來的時候 台灣的這些退將 要趕快站起來一樣嘛 還要在那邊拍手鼓掌一樣 一時是一樣的嘛 你心裡面的想法是什麼 那麼他為什麼這樣講 當然他要這樣講 就是因為他要讓這些 不想打仗的人說 哎呀我就趕快這個等於說 想辦法 今天不是有一個什麼里長嗎 說什麼他要選誰都沒關係 他要選不會戰爭的嘛 所以他孩子他孫子才幾歲嘛 你這句話 你跟布條應該到對面去掛 你知道嗎 你到對面去掛 你應該去製作大量的空飄氣球 然後到金門跟馬祖 像以前蔣介石時代一樣 你這個里長你應該趕快集資 趕快把這個相關的布條 相關的這些宣傳紙啊 用像以前蔣介石一樣幾萬份 幾十萬份幾百萬份 直接空飄到整個中國去 不要戰爭喔 因為要戰爭的人是他們的 是你不是我啊 不是台灣我們台灣是被欺凌的 現在還有人去怪你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你現在怪被害人啊 你知道嗎 是加害人要加害我們 是他們要戰爭啊 我們台灣有故意要把 飛彈軍機軍艦 故意要過去這樣導彈 我們現在連反攻大陸 連國民黨都不提了 中國青年反攻救國團的反攻 兩個字都拿掉了 所以事實上郭台銘為什麼這樣做 很簡單騙票嘛 騙取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所謂的支持度嘛 那他民調可以過嘛 不過這一切我個人認為都是突然的 為什麼 雖然來自於高雄 來自於台南 來自於嘉義 來自於竹北 來自於新北 好像郭台銘參加了好幾場 好像有很多人支持他 包括韓粉 韓粉在禮拜 上禮拜六的那一場造勢呢 現場都可以秀出那種感覺 非韓不投 但是嗜喉交友 他們裡面有一些人 是轉向投支持郭台銘 但是國民黨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吃了撐頭鐵了心 就是要侯友宜嘛 要不然的話 怎麼會今天 中國國民黨 新北市的議會 可能還採取非常快的態度 立刻要變更議程 讓侯友宜趕快總質詢完畢以後 可以阿婆阿郎 郭台銘的兩岸論述 讓人家懷疑 他真的能夠守護捍衛中華民國嗎 不過他現在因為要爭取藍營的支持 要成為總統候選人 所以他最近是積極往中南部去佈局 他是攻中南部的票倉被解讀 是向北部的侯友宜施壓 因為他要力拼民調的黃金交叉 還包括首度進軍議會 他要跟彰化縣的議長謝點玲會面 要請教原知 郭台銘的這個連番動作 顯然是針對侯友宜比較弱的 中南部的部分 那這個對於侯友宜會產生多大的威脅呢 現在我們黨的時程 大家都預估大概是五月中會進行徵召 因為郭台銘在上個禮拜開記者會 他講說再給他一個月 他要給台灣新藍圖 那黨內是有歡迎 所以看起來就是五月中 好那郭台銘現在就是兩個部分 他要讓他的民調提高 那一個就空戰一個陸戰 那陸戰部分 他現在看準說侯友宜中南部沒票 這個是郭震營自己評估的 他說侯友宜中南部沒票 所以他要積極拉攏中南部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國民黨黨內的立委 現任立委都是挺猴的 所以他現在有一個做法 是去拉攏非現任的立委 但是又想要參選立委的 就議員想要挑戰立委的 對 議員想要挑戰立委的 比如說高雄的市議員 他拉攏兩三個想要挑戰立委的 有幫忙掛看板的 有去希望能夠幫他進行陸戰的 那彰化也是一樣 也到彰化去了 那確實我覺得這一點 侯友宜是比較弱勢 因為侯友宜他就是被綁在新北市 他沒有幫忙像郭台銘這樣子 可以全身走透透 特別跑到中南部去 但中南部的政治人物 有時候就講一個感情 就是說你侯友宜都沒有來理我 我們雖然你是我們黨的 可是我們也沒見過你 郭台銘還來我家做跟我泡茶 他總裁呢 而且總裁去搞不好還有 還有一些好處嗎 伴手禮 伴手禮之類的 當然歡迎 大家會這樣期待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陸戰 對侯友宜來說確實比較弱 那空戰的話 郭台銘現在是一方面 他是針對深藍 你看他的所有的活動 他有個招牌動作 就是他不管怎麼樣 他戴一個帽子 上面一個國旗 然後要左邊看一下 中間看一下 右邊看一下這樣 然後微笑 這個就是對深藍的選民 那有沒有用呢 可能也是有用 因為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對於藍營的支持者來說 是非常令我們感動的一個招牌 一定要這樣子 把中華民國抬出來 抬出來 還要帽子什麼 還要唱國歌這樣子 你看還唸國父遺嘱 還唸國父遺嘱 唱國歌 這就是很明顯 就是在針對藍軍的選民 另外就是你看他辦很多見面會 像上禮拜去竹北的見面會 他喊出來的論述 其實也是受到藍營歡迎的 因為我們就是要和平 不過因為現在最新的 他在台北的說明會 據說已經爆滿了 額滿了 所以顯然他在台北這個部分 也可以吸納不少的支持者 對我相信他是會吸納不少支持者 因為他的論述大家受歡迎 因為國民黨就是不想要打仗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 郭台銘論述要再加強 又給他善意的建議 就是說他現在喊的是 他說他當選共機 就不會來台灣 但是你的方法到底是什麼 你不能說因為習近平喜歡我 所以他就不來 你看你的做法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他第一次接會 他講說他要站在美中的上面 去調停美中的衝突 台灣就可以和平 這很好啊 可是你要告訴大家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就是說你怎麼說服拜登 你怎麼說服習近平 然後兩個可以坐下來 或者是三方通話 或者是怎樣 大家喝杯咖啡大家和解 就是你的具體做法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會覺得有點空 所以你看民進黨很容易就攻擊他 有人就攻擊他說 完全不可行 這就比較可惜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他辦活動 其實還可以再加強一些些 譬如說像上一次他記者會 叫記者填問題 然後有主持人代為問 這就是很失敗 被記者攻擊 你開記者會 記者會主角是記者 結果你得罪記者 這就很失策 那這一次我覺得 有一個失策地方是他去竹北 但竹北竹北是新竹 新竹兩個其實都照道理來說 應該都比較挺國台民 一個是楊文科嘛 楊文科大家記不記得去年選舉的時候 郭台銘那邊還安排高宏安去見楊文科 對不對 那所以楊文科應該照道理 不要挺郭台銘 那高宏安更不用講 高宏安是郭台銘的子弟兵 結果他去竹北辦活動 這兩個都沒有來 我覺得那兩個來 對於他能量的加強 比他講什麼可能還更重要 結果他這方面也沒有好好安排 所以當然還剩一個月 入死誰手很難講 郭台銘在努力 但是他有沒有辦法 就是透過每一次的活動 論述然後加強大家對他支持 我覺得還可以再觀察 問你怎麼樣看 郭台銘的策略 以他這樣的一個論述 當然他現在因為 是往中南部那邊去了 那4月28號 還要去跟彰化憲議長 謝典玲會面 謝典玲原本是支持侯友宜的 所以他拔妝成功嗎 這些藍營的 可以說本土派的 或說是深藍的部分 當年挺韓國瑜的韓粉 現在會轉頭支持郭台銘嗎 我相信這個最主要是 郭台銘跟侯友宜兩個人之間 底下這些支持者 夠勇其主 那本來他本來就是流動的 你說本來在本土派裡面 你說在中南部裡面的領袖 是誰一定是王金平嘛 王金平現在你說 跟朱立倫這一掛 或者侯友宜這一掛有結合嗎 很顯然就是沒有 王金平本來就是跟郭台銘 本來就是失交 就非常的一個不錯 那可是只是說 陸軍的部分 或者說地方組織的部分 當然在國民黨初選裡面 大家會去看 說哎呦誰的聲勢會比較好 但重點是說 郭台銘光從陸軍的部分 他有沒有辦法去突破 他這一次 對兩岸之間的一個論述 讓民眾把他跨巴卡就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郭台銘不要小看 他說我當選了以後 我只要說我不讀 老共那邊就不無 我只要呢 這個中華民國國旗揮一揮 唱個國歌 或專門總體 我很想來提案 我很想來提案 在立法院來提案說 以後呢 那是不是這個我們 這個我們的政府 好像是我們的三軍 面對老共的空軍要過來 或者說他們的軍艦要過來 我們也揮揮國旗就好了 先第一招 SOP就是揮國旗 然後再來 老共你再過來 我唱國歌給你聽 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這樣的一個主張 三軍這些人 看了一定會跟你說 他現在跟你說 軍機過來 然後他飛越 我們很怕他 到進入24海裡 我再往前的時候 我們飛彈都要去把他給鎖定 你跟我說飛彈先不用 那第一關 我先國旗先出來 然後再來 他戰成一排 然後我就國旗 那個中華民國國歌 把他給唱下去 這個有點開玩笑 他是被上千發飛彈在追秒 所以緊張的是誰 那不只台灣 日本也在追 美國也在追 關島也在追 他那就好像是活生生的一艘靶船 這樣在走 大家在追 那你不打仗的時候 你怎麼開隨便你 你要釣魚 你要度假隨便你 可是當你開始有戰爭 作戰行為的時候 那只有一件事 就是萬彈起發